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是各位解釋 強弱電解質 所謂的強電解質 就是在水裡面會幾乎完全解離的 100個氯化鈉丟下去 100個都拆成鈉離子跟氯離子 這樣叫做強電解質 弱電解質就是只有部分解離的 100個醋酸丟下去 只有10個醋酸 變成醋酸根跟氯離子 其他都還是保持醋酸的樣子 這叫做弱電解質 我們國中沒有講那麼仔細 我們說的強電解質 都當它都是完全解離 100個下去100個拆開 弱電解質我們只知道它部分解離 但到底解離多少我們不管 我們不管 那個是高中以後的事情 高中以後的事情 像我們這邊有個動畫 就可以顯示它是完全解離還是部分解離 部分解離 像這邊 這個是鹽巴 是強電解質 你就下去 就發現 它每一個都拆開來了 每一個都拆成鈉離子跟氯離子了 這樣叫做強電解質 你看它現在到處亂跑 這當我要用 它到處亂跑 這當我要用 那另外有一些鹽類呢 你丟下去 好我丟下去 你發現它只有一些拆成離子 其他都還是跟原來一樣 其他都還是跟原來一樣 那這樣叫做弱電解質 這樣叫做弱電解質 就是強電解質跟弱電解質的意思 我們國中教的 硫酸鹽酸硝酸都是強酸 是強電解質 我們教的氫氧化那氫氧化鈣是強檢 也是強電解質 我們教的醋酸是弱酸 我們叫氨水是弱檢 它就是弱電解質 所以這就是我們國中有教你的 強電解質跟弱電解質 那我告訴你的 國中程度 只要是強電解質 就當作你都是100%解離 弱電解質 只要知道它部分解離就可以了 到底解離多少 我們不理它 我們不做任何形式的計算 那麼沒有導電的時候 就自由移動 剛才那個動畫有沒有 到處亂跑 沒有導電的時候 就到處亂跑 那如果你導電的時候呢 正離子會跑到負極 負離子會跑到正極 跑到正極 你可以用同性電相置 異性電相析去講 我們會告訴你 接電池的正極就要正極 接電池的負極就要負極 我們會告訴你 用個上課方便的 講課方便的 講法叫做 電池的正極就是正電流出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所以正極有很多的正 負極有很多的負 所以正極就把負離子吸過去 負電就把正離子吸過去 所以正離子會移向負極 負離子會移向正極 所以電解值的導電是靠什麼導電的 靠離子的移動在導電的 這跟我們金屬的導電不一樣 金屬的導電是靠自由電子的移動在導電的 導線上電線上的導電是靠自由電子的移動 那裡面只有負電在動 電子帶負電只有負電在動 可是電解值的導電是靠離子的移動 有正離子也有負離子 有正離子也有負離子 是靠離子的移動 這兩個導電方法的不同 請你看要請你注意 OK 然後它就跑到了正極 跑到了負極 跑過去之後就會得失電子 然後發生化學變化 所以電解值導電的時候一定會產生化學變化 這個電解值通電然後變化分解 這個動作叫電解 我們國三才會教 你目前就只知道說 它會發生化學變化 來 接電子的正極叫正極 接電子的負極叫做負極 上課方便講課起見 正極就是正電流出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所以正極就有很多的正 負極就有很多的負 然後 同性電相次 異性電相吸 負極就把正離子吸過去 正離子少電子 負極就一得電子 所以A負就變成A 化學變化 然後正電就吸引負電過去 負離子多電子 正電少電子 就丟電子 B負變成B 化學變化 所以電解值導電必然發生化學變化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以前個人的實驗 我們就這個裝置 然後看那個燈泡會不會亮 有沒有導電 然後把它通電 然後把它換進去 然後看有沒有發亮 有發亮就是會導電 看看旁邊有沒有泡泡 然後呢 起來重做 然後就有這個結果 這堂酒精不導電是我要你備的 你還記得嗎 要你備的 不導電 所以其他的都會導電 都是電解值 都有泡泡 這是課本故意設計的 因為要發生化學變化 我要讓你看到它會發生化學變化 所以我都給你那種會產生泡泡的東西 那你看到說 喔有化學變化生成了 沒泡泡變成有泡泡 但實際上電解導電 不一定會產生氣泡 我們是故意找一些 都會有氣泡的 到底確定它有化學變化生成 化學變化生成 然後這裡都有泡泡 這些泡泡呢 大部分都跟電解水一樣 國三會交 正極會產生氧 部極會產生肌 正式交是國三 但是這兩個不一樣 電解鹽酸跟食鹽水的時候 正極是氯性 負極是氫性 這個跟其他的不太一樣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先背起來 因為我們三年級的時候 就要用到 你知道正極生什麼 負極生什麼 這又是告訴你 電解值的導電 一定會發生化學變化 我們課本上安排的實驗 通通都有 泡泡生成 OK 可以嗎 可以